大家好,我是大雄 今天前面一半为乌俄最新消息 后面一半是以哈最新消息 以俄罗斯连续六天大截 乌韩武装部队最新统计 俄又损失860头 装备也损失不少 据统计在俄罗斯对阿弗迪乌卡的进攻中 在短短的一周内 被摧毁了428件俄罗斯装备 据乌韩副总理兼数字转型部部长 费德罗夫表示 无人机在防御和破坏设备方面 被证明非常有效 击中了俄罗斯101门火炮 88辆装甲车 75辆坦克和很多其他装备 昨天 乌克兰战机在顿尼茨克地区 又记录了一架俄罗斯苏二五战机 这已经是一周内 被记录了的第三架机了 也不知道是乌韩的战斗力太强 还是俄人太菜 在阿弗迪乌卡 俄人被打得满地藻牙 俄罗斯的龙牙就像一个老头的牙齿 稀稀落落的没剩几颗了 看来离死也不远了 乌克兰武装部队地面部队司令 亚历山大希尔斯基上将表示 库布扬斯克和莱曼地区的局势 最近几天明显的升级 敌人想要突破我们的防御 并夺回我们的领土 但是 由于我们的行动 就是我们的部队而言 敌人将无法实现其计划 据马里乌布尔市议会主席顾问 彼得安德刘申科报道说 在被驾领的马里乌布尔 一周内有256名鹅人神秘死亡 另有15人因食物中毒 而在重监护室 据初步判断 这些恶人很可能是服毒自杀的 以下面几条支持乌克兰的消息 捷克外交部长阳利帕夫斯基表示 尽管以色列与哈马斯发生战争 但对乌克兰的帮助仍然是第一位的 荷兰向乌克兰的边防波雷 移交四所流动医院 在卡塔尔斡旋谈判后 俄罗斯同意将其从乌克兰绑架的四名儿童 送回乌克兰人家身边 昨天拜登派出乌克兰经济复苏特别代表 潘尼·普利茨克访问了乌克兰 和斯兰斯基讨论的能源基础设施和乌克兰重建的必要性 以及对乌克兰宏观支持和合理使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 昨天美国财长叶伦表示 当乌克兰展现出在战场上取得成功的能力时 我们不能允许他因经济原因而输掉战争 前天当有人问美国是否有能力同时支持以色列的乌克兰时 拜登说 看在上帝的份上 我们美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 我们可以兼顾两者 同时仍然维持我们的国际防御 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我们有义务做到这一点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 那么谁会来做呢 说的好 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作为一个强大之国 作为一个强大之国 美国如果不积极帮助乌克兰 实在是俄对强大二字 也愧对一直在英勇作战的乌克兰 幸好美国一直在坚持 乌克兰也在坚持 我们有理由相信 文明的力量一定会打败邪恶 二 哈马斯大难临头 伊朗要出手 自哈马斯展开恐怖暴行以来 已经过了第十天了 目前的气候仍然是山雨欲来 红满楼 以色列仍是红了眼睛 誓言要干掉每一个哈马斯恐怖分子 昨天哈马斯声称在首次袭击中 俘虏了200至250人 与此同时 伊朗表示 如果以色列不袭击加杀 释放人质当然很好 可惜哈马斯无法让时光倒流 无法让那些被哈马斯残害的人 一个个活过来 也无法让上前的剑撤回 现在以色列官方军已经进入加杀了 内卡尼亚胡一再声称要摧毁 每一个哈马斯恐怖分子 一切的讨价还价的可能都没有 据最新消息报道 目前被哈马斯杀害的平民 高达1400人 没有3400人受伤 14个国家的公民被杀 还有103人失踪 丧寂人性且卑鄙无耻的哈马斯 是这次注定会被以色列消灭的 不消灭 简直是天理难容 哈马斯有多卑鄙无耻呢 再次揭穿哈马斯一个大谎言 前天 有记者在社交媒体 揭露了哈马斯的傀儡谎言 从加沙发射的哈马斯火箭弹中 平均有20%至25%的火箭弹未能命中目标 并落在加沙 经常造成加沙平民死亡 哈马斯卫生部将这些死亡事件全部归咎于以色列 各大媒体也纷纷的效仿 到目前为止 哈马斯发射了6000多枚火箭弹 大约有1500枚命中成功了 那么归咎于以色列的加沙死亡事件中 有多少实际是由哈马斯火箭造成的 一而再的将恐怖暴行架火到以色列身上 15克人 以色列不会忍 估计以色列将会让哈马斯死得很难看 现在尽管对加沙的地面进攻 因天气原因还没开始 但对哈马斯的袭击仍在继续 斩首哈马斯高官的消息 几乎每天都传来最新的消息 昨天 以色列军队报道称 在加沙南部 哈马斯情报总局局长 汉尤尼斯被以色列军队击毙了 与此同时 哈马斯高级政治领导人 奥萨玛马其尼被消灭 以色列还报道 两天前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情报官员 穆罕默德阿基基遭遇袭击 重伤住院时 在重症监护室死亡 大家都知道 哈马斯的暴行进展到两天后就怂了 紧接着是 各方纷纷出来表演大甩锅 甩锅了 先是前几天 在卡特尔的哈马斯头子 聂尔 眼看玩大了 赶紧出来说 袭击以色列不是哈马斯领导做出的决定 而是底下军官擅自行动 甩锅了 当以色列国防部长声称黎巴嫩应对其领土上发生的事件负责时 黎巴嫩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布哈比布赶紧出来宣布 尽管与珍珠党保持积极关系 但政府对该组织完全没有控制权 甩锅了 昨天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里斯表示 哈马斯的行为并不代表巴勒斯坦 他谴责了哈马斯最近对以色列南部的袭击 个个纷纷大甩锅和哈马斯撇进关系 那是因为怕了 也知道哈马斯死定了 大家都记得 在哈马斯开始袭击玩大的时候 伊朗也赶紧与哈马斯撇进关系 但在昨天 伊朗外交部长又表示 如果发生对加沙的地面入侵 伊朗将针对以色列打开地狱之门 咦 伊朗这么快 就忘了美国刚刚向地中海东部部署了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了吗 他忘了拜登就在昨天接受60分钟节目中的警告了吗 拜登警告黎巴嫩珍珠党和背后的伊朗 不要越过边境攻击以色列 不要让事态升级 还有 布林肯最新表示 我们正在采取的包括部署航母战斗群等行动 是为了发出明确的下足信息 这句话呀 就是冲着伊朗和他的狗友来的 再有 据福克新闻报道称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已经下达准备部署指定数量美军的命令 以防以色列需要他们 刚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向世界发表讲话 他说 对于十天前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灾难有很多疑问 我们将调查一切到底 并且我们已经开始立即吸取教训 但现在我们目标只有一个 团结力量向胜利冲锋 哈马斯是伊朗珍珠党及其追随者邪恶轴心的一部分 他们的愿望是摧毁以色列国并谋杀我们所有人 他们想让中东回到中世纪野蛮狂热的深渊 而我们则希望将中东推向21世纪进步的高峰 这是光明与黑暗之间的斗争 这是人性与兽性之间的斗争 我们在巴基布兹 卡法尔加沙和周边定居点犯下的卑鄙 凶手犯下的可怕暴行 以及在雷姆聚会上对青年男女疯狂屠杀中都看到这点 我想对文明世界的朋友们说 我们的战争也是你们的战争 如果我们不团结一条战线上 你也会受到同样的打击 我还要向伊朗和珍珠兰传达一条信息 不要在北方考验我们 不要再犯你已经犯过的错误 因为今天你将付出的代价会更加沉重 所以伊朗这是真的要往枪口上撞吗 若是那真的是再好不过 希望伊朗和他的好友一起抱团 别让哈马斯喊了心 而我相信凭着以色列还有美国以及五国联盟 这所有的强大力量团结在一起 一定能干翻哈马斯的和他的猪鹏狗友 以及斩断邪恶之根 同时我希望在这一过程中能够减少平民伤亡 我还希望巴勒斯坦以后能成为一个富裕且文明的国度